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四个照面 建议倒地 瞎泪 这一脚啊 这一脚非常的重 三岁金的身高一米七八 体重八十六公斤啊 整个一脚把体重八十六公斤的人 踢起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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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方王战军他的全腿摔啊 这种等种方方面面的技法相当之全面 对 技术比较全面 但是不知道他的身法和步伐怎么样 所以黑方可以去从这个方面就打一些游击战 对 再灵活一些 对 对 对 第一回合结束了 孙老师 你怎么看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表现 第一个回合呢 这个因为黑方和红方啊 全是过大 那么王战军从技术上 从体力上 都比较战向风 体重两百斤 对 比红方要重个近三十斤的体重 是不是 比黑方啊 另外在第一回合 红方 王战军有没有报复出您觉得一些问题 其实问题是有的 你比如说 你像这个 它就很危险 对 而且对方踢腿如是过高 就有 很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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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会 第二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他们之间的这个对决 对 黑方能不能有所起色啊 尤其是在这个身法步伐方面 王战军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选手 对 对 在这个位台上见识了他的重拳重魁 但是从来没见识他的灵活的步伐 对 所以黑方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一个机会 对 发挥自己的优势 是 走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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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刚才其实这个抄腿 黑方仿佛捕捉到了机会 但是在理一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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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